即便是空旷的广场 社区里的居民 口罩也不敢拿下来 这里是台北市的一间国宅 传出了一名确诊记事 他们一家人就住在这里 台北市卫生局和环保局 都已经来进行过大消毒 但是居民完全不知情 有人来消毒 有人被带走 居民口耳相传 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会让你们觉得很恐惧 又很恐怖 我突然在那边出生的 然后就昨天 昨天又有人这样跟我讲 我平常每天来就施展 晚上我今天肩都不敢来了 回顾整起事件 26号一名记事确诊 社区进行消毒 5月1号 2号子女也相继确诊 3号卫生局把家人带走隔离 社区再次消毒 大阵仗引发不小恐慌 连里长也到这一天才知情 无时无刻都在接这个电话 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拼拼凑凑 再加上指挥中心的公告 还有他们内动的委员 还有跟他们家平常互动 比较密切的 我们去把它做个仿式之后 就归纳回来 里长疲于奔命好无奈 其实一般入境检疫和匡列隔离 监测方式有所不同 居家检疫的话 通常那个民政的单位会知道 但它这是居家隔离 应该是由这个地方卫生局 他们来做了解这个 这个个案每天 它是不是有发烧或不舒服的情形 如果说它有发烧或怎么样 它觉得身体不舒服 我们现行掌握马上就可以做一些应变 我们现在等于是跟各位一样 我们都不知道后知后觉 那我们处理起来就困难 里长表示希望即时检疫 也能纳入民政系统 方便社区掌握 才不会一问三不知 居民更加恐慌 大约新闻学生 燕一铃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总 honesty